好 累積兩輪的協商 大約兩千六百億元的紓困 四點零預算 今天傍晚在立法院三讀過關 朝野都同意對染疫死亡的民眾 每人補助十萬元的喪葬費 但是全民普發現金 往生者獲得國賠等在野陣營的體驗 全被綠營以人數優勢給黨下 而國民黨立委也帶了白菊花進入議場 獻花哀悼往生者抗議政府的防疫作為 審查報告 修正通過 立法院長游錫坤敲下意識槌 大約兩千六百億元的紓困四點零 特別預算 在立法院臨時會的最後一天三讀過關 歷經兩輪漫長的朝野協商 剩下二十七案交付院會表決 包括全民普發現金 往生者獲得國賠在內 在野陣營提案 全被綠營以人數優勢封殺 但朝野都同意 針對三加十一的決策過程 在三個月內成立調查小組 簡訊十連制預算 從八億元刪到剩下三億元 取消夏季電價費率和水電減免 經濟部劃一個月研議 如果施行可以回溯到六月 染疫死亡的民眾 每人可獲得十萬元的喪葬費補貼 手持白色菊花不發一語 國民黨立委在議場獻花 哀悼確診過世的民眾 還用白布條寫著來不及說再見只因等不到疫苗 但難以準備的菊花卻比死亡人數還要多 日雲立委酸溜溜 國民黨立委曾明宗也在三讀後譴責政府為往生者莫哀 藉著審查紓困四點零預算 朝野立委公房國生量各自出招 華視新聞 陳一瑋 台北報導